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刚刚进来的时候 忽然间感觉好像到了中国大陆 坐到前面来 这里还有位 晚上还可以坐 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在外面 如果他们不建议坐到地上 可以在旁边 真的很感恩 主带领我们经过两年九个月 疫情的阶段 考验我每个人的心 在这个当儿 我一直想着台湾这片土地 华人密集的地方 在疫情之前 我相信有很多人 是有参加过我的聚会 在疫情当中 也听了我们教会的信息 这一次 第一次见面的 见到牧师本人的举手好吗 多过一半了 放下 我们都是在疫情中相遇的 所以我们 真的这一次我来的目的 是只有为了要兼顾 我们两个本会 台中跟台北基督生命堂 高雄还有屏东的有一些弟兄姐妹 问我有没有过去 我说下一回吧 这一次就是在你们这个 灵家期快要放松的这个阶段 主给我们平安的道路到你们当中 过来的时候 我心里面一直想念主的教会 教会不是聚会所 不是这个居所本身 就是我们选民相聚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主给我的感动就是 这一次到台北这一站 很惊讶 原来一来都是在天母感人堂 这次我们台北基督生命堂 换了一个地方 我昨天进来的时候 这样的地方很美 聚会地点也大了 大了一半 一般上崇拜做六七十个人 拥挤的话一百二十个人 今天进来都坐满了 所以主的恩典真的是 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 但是很重要的是 谁来到这个地方 谁在一起成为同路人 这是更重要的事情 这一次到台北是最后一站 我刚从台中过来 台北的聚会主题是什么 大家说 基督的荣美 对不对 基督的荣耀吗 换一个字 荣美 美丽的美 基督的荣美 教会的圣洁 那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主题了 各位保罗对教会说 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妇人献给基督 这是很伟大的宣告 但是它下面有一句警戒的话 就是说 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血 失去向基督所有的那纯一清洁的心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生为教会祷告的人 我自己也将近二十年服侍主的教会 成为一个传道人 教会的问题不是其他的 不是人数少 不是教会老化 人没有恩赐 甚至也不是人离开 教会的问题是不纯一的问题 不清洁 不圣洁的问题 像一个妻子一样 当她对她的丈夫 失去一个纯一的心 她长得多漂亮 她的个性多好多柔顺 那没有用 她是一个不满足于丈夫的妇人 甚至她的美 她的好很快会吸引其他的男人 然后她就会跟其他的男人发生关系 各位 我们今天打开眼睛看一下的时候 今天教会里面讲的信息 今天教会里面造出来给信徒的信仰是什么 一句话来说 就是一个叫信徒 不是单一爱主 乃是爱自己的信仰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也都是到教会去 追求什么 口里面说追求主 但是都是追求自己所要的 自己所要的成功 自己要的顺利 自己要的经历 自己要的那种感觉 感悟 叫信徒认识神 追求神 来得着自己所要的东西 也都是为自己的 这是自我的信仰来的 这个从《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到如今 整个人类的光景都是这样 甚至神的教会 神的圣殿的光景都出现这样的现象 各位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人堕落中的堕落的 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来的 我用一句话来说 当今日教会的信徒 他们什么都不懂 看他们对信仰的整个认识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他们追求的那个东西 只有跟自己的性情 自己的需要有关系的东西 他们用心用力的考究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就有传道人出来 就是迎合大家的需要 好像一个亚伦祭司长这样 你们要的牛度 我就给你们照 你们喜欢的 我就为你们照 所以这个光景就带来了 整个教会变乱的光景 犯淫乱的那个光景 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 七间的教会里面 其实很多责备的话 主要讲的很多的话语 其实不是只有讲其他的人 是讲我们的 我们今天整体成为主的教会 但是我们看 我们是活在一个有形的教会 但是主认识他无形的教会 谁是真属于他 谁是他拣选的 但是这个有形的教会在地上 我们看见很多的节目 很多的方法 很多隐和人需要的东西 出现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教会会成为这样 所以我们走向末世的时候 我教会要得到一个警戒 我是跟各位说 特别警戒教会的带领者 教会的传道人 如果我们将主的心腹 培养他的时候 不是让他成为贞洁的一个妇人 乃是让他成为一个淫乱的人 淫乱的妇人 叫他用那个淫乱的样子 各位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传道人 有将来主来的时候 我们是必定要交账的 我们教会如果弄得越大 越美丽 越华丽 各位 其实这样的人 他最后受的审判是更大的 因为在这一切里面 他没有叫他纯一爱主 心里面失去清洁 心里面充满淫乱 弄得越漂亮的时候 其实真正属于主的人 在其中是越痛苦 各位 我们对主没有一个纯一的心的时候 各位 你不要做传道人 我是这样跟教会的带领者说 真的是这样 你如果喜欢管理学 你去做经理 你去做总裁 没有问题 你如果喜欢这些心理学的东西 你去做心理辅导家 但是你不要把这些东西 带到主的教会 因为这些东西来污染圣土的心 然后没有把主的道 交灌与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纯一的心 让他们的心被主的道洗净 能够单一的爱主 只有懂的东西 都是世界的知识 世界的方法 为这样的教会 我跟各位说 上帝一定拆毁 透过这个疫情 就是拆毁掉 人就离开 然后慢慢的 有这样的人 就是把剩下来的这样的教会 都是剩下的就是散养 就剩下极少的主的绵羊 听不到主的话 瘦弱没有被喂养 就好像杀敌教会 按名字来讲你们是活的 但是其实你们是死的 各位我们现在问 台湾教会的光景是怎样 是不是这样的光景 甚至我跟各位说 在整个教会的体系里面 你要问 你来到一间教会里面 你是被控制 你是被那个体系控制 还是你是真得到自由 你是因认识神的真理得自由 被吸引快跑水煮 天天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 还是被那个体系给你的 天天叫你忙 没有时间叫你思想神的话 思想跟神交通的事 没有这些东西 各位这些手段做法 其实在世界的传销 营销的东西 这些其实都有的 我们看到这个大城市台北的时候 我们问 我们看到很多人去的教会的时候 那个教会里面去 你只要待在那个地方半年到一年 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人留下来 不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有纯一的爱心 他们被一种系统 一种体系 然后迎合他们的一些需要 用各种的方法把它们留下来 你有这样的需要 给你这样的需要 你有这样不听话的话 用这样的体系来控制你 然后就叫每个人这样的 好像一律的这样顺服者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教会里面就慢慢假冒为善 然后带领的牧师牧者 全部就是要包装自己 但是其实在家里面是天天吵架的 你们知道吗 我在台中来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饭 有一个弟兄刚好我就认识他 他是一个台湾商人会的一个会长 所以相当有知名度的人 他就去到一间教会十个人 单单两年里面 那个教会从十个人变成七八十个人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迎着他来 各位我跟你说 教会牧师很多很喜欢商人 所以商人来 就是他有联络网 很多人就跟着来 他就来到这教会 后来慢慢也又离开了 所以他们居无定所 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去 他就一直审查教会 所以很奇怪的人 每一两周就去一间教会 所以在台中的三四百间教会 他都去过 你们可以想象吗 这个也去 那个也去 这个认识 那个认识 就这样看 去的结果 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他发现在这三四百间的教会里面 有超过一半的师母是有忧郁症 然后呢 夫妇关系 牧师跟师母的那个夫妇关系 真的很幸福 很恩爱的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所以他就看到这一切 所以后来他生命走到一些瓶颈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问自己 我要去找谁 所以结果呢 就找到我们台中基督生命堂的杨哥 就找他 他的头脑里面转转转 到底有谁能够帮我解除我这个困惑 只有杨哥 因为其实很多的牧师在外面 他都会讲 但是他没有明证 连自己的最恩爱的那个关系都破裂了 其实从哪里开始 从他们对主的教会不忠 他们把主的心腹 好像变成淫妇这个样子 如果我把我的妻子交给你 叫你帮我看着她 我要出远门 你不是叫她就是成为很贞洁的 等候着我 然后叫她变成淫妇 天天给她化妆 弄得美美 头发弄高高这个东西 然后走街 买一大堆 LV bag 什么这些东西给她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会怎样对你 各位亲爱的弟兄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我现在讲比较严厉的话 是前面很重要的 不然你们开头的时候 你们来 今天主牧师要给我们很开心的话 让我们感到很幸福 哪里有幸福 我跟你们说 你顺服神 你不顺服神的时候没有幸福 你自己把自己交给这样的传道人 这是你证明你有没有智慧 也显出你的心真正要的是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各位说 这些都是很严厉很严厉的话 所以我今天这次的主题 基督的荣媒 教会的圣洁 各位教会要圣洁 要怎么圣洁 各位当我们讲圣洁 我们先讲圣洁这个字 什么叫圣洁 很多人连这个圣洁的意思都不明白 其实圣洁的原文的意思是分出来的意思 英文说 a form of separateness separateness 分出来 各位 我问各位 你有没有把东西分出来 很尊贵的东西分出来的 各位 比如说你们在家里面 用面巾毛巾 有没有分出来 用布 有没有分 一定有分的 对不对 所以怎样 插桌子的 插椅子的 插脸的 插头的 全部一样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你一定分出来 因为有一个尊贵的意义在那个地方 很尊贵的 最重要的 家里面最尊贵的布是用来插脸 插头的 插身体的 对不对 我在家每次 师母跟我讲这个 你要分出来我不太了解这个 我插桌子的 后来地上肮脏的时候也拿来插地上 就给他骂死了 为什么 插桌子 一样 都是一样的范粒 那个东西 不可以 桌子的东西是我们用饭的地方 对不对 地上是我们用脚走的地方 各位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圣民有没有不一样 教会的信息 祭坛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有不一样的 跟世界的东西不一样的 你要医治人的心里面 连跟世界的心理学也不一样 虽然教会里面也有辅导学 但是用什么来辅导 这是很重要 你喜欢那一套的东西 我跟你们说 你的心是偏于邪 失去对基督那纯依清洁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这种偏邪 邪了就是很大众化的 没有分出来的 跟大家一起一样的东西 因为能够得到世人的接纳 你没有分出来的 你活在地上 跟你的大环境没有挣扎的 不用挣扎 所以随波逐流 你被众人接受的 但是凡敬虔度日的 你们都要受逼迫 有没有圣经是这样的这些 凡敬虔度日的 所以疑虑的 你也做基督徒 初代教会的信徒也做基督徒 对不对 我们都做基督徒 为什么有些人的基督徒是恐惧占经 要做成得救的 有些人是舒舒服服 就是这样的宣告 然后神是恩典 我们软弱没有关系 你天天讲了这句话十年了还是一样 这个东西 见祂生的恩惠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洁是什么 圣洁呢 教会本身是主的身体 身体本身不能圣洁 身体要看到头连接于头 看到头的那个荣美 他才能圣洁 所以这个就是我定出主题的 The beauty of Christ The holiness of the church 这一点我们今天多要思想这个东西 圣洁 教会要圣洁 我刚从这次有一些地方 花莲这些地方走过来 然后先到台中 然后先在台北 一路上 就是我 这两周没有讲到 所以就一直跟信徒在一起 然后去教会 就是静静的坐着后面 然后看当今教会的光景 然后也听一听 在台湾教会 有些信徒所讲的有一些东西 我不能说没有爱主的人 我不能说 因为我想必主已经预备他的选民 但是在一个教会的信息里面 他的体系里面 他的运作里面 他的优先程序里面 我感觉到有一些东西 很多地方的教会 讲到已经是二三十分钟了 他要讲出他的头的容美 花二十三十分钟就够了 然后之后是做什么 教人上来见证 上来见证 讲很多他的经历 他的见证 各位 人的见证 我并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我是反对在主日 有人的见证 因为在这个主日 你要翻开圣经 你要考究神的道 要把圣经里面的 那个主角基督 要带出来的时候 各位 我有时候二三十分钟 我还在讲虚论 你们知道吗 所以你们听我的信息有点辛苦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把那个主角带出来的时候 前面有很多预备功夫 对不对 你们一带出来了 没什么 对不对 要掀开序幕 所以讲到整个的预备前后 其实一篇讲道要二十个小时预备的 有些牧者是只有一个月讲一次道 然后就觉得很辛苦 然后喜欢教人做生意成功来见证 什么家庭婚姻恢复的见证 他今天见证了回家吵架 我跟你们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见证完之后 有些教育更离谱 然后另外半个小时 甚至多过讲道的时间 释放椅子 开音乐 关灯 然后等候神 然后一直等一种感觉来 甚至有些人可以等到 看到一些幻象 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 这就是神对你说话 神对你说话 你真的是看见了基督的容美吗 你还是你找你自己要的东西 各位 这样的教会 不是正接的童女 绝对不是 但是在这个当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痛苦的 他们很痛苦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年轻一代牧师起来 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他们有做法 他们有这样的时候 有一些人真的跑到前面哭了 他们很鼓舞 对不对 这些人哪里都哭的 不是只有在四方一字才哭的 回家也哭 教会也哭 随便随便就哭 你以为他在前面哭 因为你放着那个音乐很感人 他就哭了 对不对 他有没有通达起来 明白过来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没有顺服主的地方 他有没有悔改 没有这些东西哭有什么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要撕裂衣服 你们要撕裂你们的什么心肠 你们的心要悔改 没有这个撕裂 真正的转向神 回归神的道 各位 其他的东西 都是假的 都是在玩弄你们的情感来 用你们的情感激动你一下 没有把你们带回到真理面前 所以只有你翻开圣经 把这个圣经的主角 他的容美带出来 每一个礼拜带出来 如果你把他的容美 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 今天讲完了 就是你还看得不够 你看得不够 所以你讲不出来 对不对 你看你的丈夫是看够了 闲料了 每次都会看她这个样子 但是基督不一样 他是我们永远的丈夫 你将来有永远的时光 跟她相处在一起 各位 你每一天 你在看她的时候 她比昨天不一样 更荣耀 更荣耀 这个叫天堂 你们明白吗 我们姐妹最喜欢什么 你们问 你最喜欢diamond 钻石 喜欢吗 姐妹喜欢钻石的举手 没有人举手 那为什么带这样多 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给你钻石 好啦 给你跟钻石一起生活 我永远 永远活在钻石矿里面 好不好 那个是地狱 你每天看钻石 你看第二天就看到要吐了 我在花莲去 看海啊 太平洋 看半天的时候头疼 好像要吐了 我说我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团队说 你们今天看 他们讲 牧师我们不要看海了 有没有看石头 看石头 石头也看五分钟就咽了 要吐了 你们把海看完 看到要吐了 明天我们去看石头 然后在后天我们去骑脚车 这个地上的物质 有限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看地下子就咽了 但是基督是你不会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明白吗 所以 圣经66卷 翻开来的时候 那个主角的容美 所以今天这两堂课里面 我们把基督七个容美讲出来 我们一起翻到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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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这里讲他本有神的形象 跟我们人按着神的形象 造是不一样的意思 他是有神的神性 神性一样的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性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与神同等的 同荣 同尊 同能 同智 智慧 对不对 同样的 父知道的 他都知道的 对不对 同样的 然后一起同工的那一位 对不对 但是很奇妙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对 所以这里说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人的样式 各位 他把神的一切的荣美 活在这个人性里面 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东西 然后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绝食在十字架上 各位 他完整的顺服 对不对 完整的顺服 原来他跟神同等 他说完整的顺服 那我们跟神同不同等 当然不同等 但是还不要顺服 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只有人的样式 只有自己卑微 他是把人的样式 活出来 对不对 人怎么对神 人性在神性面前的那个表现是怎样 要给我们看 纯心顺服 顺服到什么地步 完全把自己生命 就是舍去 他舍去的时候 各位你要注意 他是没有罪的 他是为你为我上十字架上的 他在十字架上 他没有犯罪 甚至到那一刻没有犯罪 他怎样的被凌辱 被折磨 被鞭打 没有犯罪 然后呢 把他在十字架上的义归给 归算于我们的义 对 他一生顺服赋人 全部归算那个义 归给我们 然后我们的恶 我们的罪 一切丑陋 恶心的 全部归在他身上 叫他成为咒诅的象征 各位你可以想象他的容眉吗 各位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对 然后今天你要做什么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你只能什么 只能信 信 借着信 来到他面前 来到他的施恩座前 蒙连续得怜悯 得随时的帮助 为他不为大的福音 为大的福音 所以因信成 你们不要 我软弱 我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不够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是你要靠你的功德 他已经都成就了 所以你怎么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 这里说 第九节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一起读 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上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先我们问神的荣美 我们还没有讲到基督之前 我们讲神本身的 The beauty of God 各位有空去读 Jonathan Edwards的书 有关神的荣美 然后基督的荣美 教会的荣美 他是美国来讲 可以说最棒的一个神学家 那 各位 神的荣美 我用七方面来讲 好不好 用两课 我先讲可能三或四方面 然后等一下我在最后 第二堂我再把它讲完 那这个 这里说 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对 他是与神同等 有神的属性 所以我们先看 神本身 他的荣美是怎样的 当我们讲到神的荣美的时候 各位先想到什么 当然 他的慈爱 什么 但是我认为 我们先回复 他说 原来他是永恒的 他的永恒性 与自存性 永恒性 永恒性 对不对 然后自存 本身就存在的 各位 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 是不需要外界的能力 外界的因素来存在的 我们没有空气 一下子就死了 没有水 三天就完了 对不对 有哪一样东西 有哪一样 所以 各位 我们想到 他的永恒 他的自存 自有拥有的神 我们马上看回去自己 自己是 多么短暂的 多么善变的 对我们 我们会老的 会变的 会衰弱的 没有些弟兄姐妹 当然都知道 牧师的父亲 两周前 安息主怀了 所以我这两周没有讲道 跟家人去善心这样 然后也安静的在别的教会 这样参加聚会 也是给自己安静的时间 一直等到神说 要起来讲道的时候 我要讲道 但是我父亲离世的这个过程 给我很多的印象 回忆 特别 我父亲三个孩子 特别是 很记得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觉得 我父亲是最疼爱我的 为什么 不是他偏心 我哥哥是有点固执 所以 有点 有时候 两个固执 弟弟生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比较老了 没有那么经历跟他 所以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从小带着我 就去这边玩 那边吃 常常在一起这样 所以 他很多的时光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以前教我怎么打羽毛球 这些东西 所以 比较愉快 而且我的个性是比较适应能力 比较强 所以 爸爸讲什么 我不想 我就静静了 就这样 当然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我的个性是有点这样 所以不跟爸爸直接有冲这个东西 爸爸我就想 他这么好动 健康 善于运动 打于毛球 然后 到他最后 两三年的时候 他得到这个巴金森的时候 慢慢他的手脚失控了 好像要动的时候 走一个路 到最后 他离世的一个月前 他从这个角落 如果要走到那个角落 他要站起来本身 走过去可能要20分钟 然后拿那个拐杖 四肢的那个拐杖 这样走 所以每次他 我们去 每周四 在我父母家吃饭的时候 我看他从房间 床上起来 要走去冲凉房子 半个小时 但是我们都很开心的讲话 就 结果偶然我看的时候 为什么父亲变成这样 所以我看他的怡荣的时候 我就想很多 从他很好动 羽毛求手 然后变成 整个人慢到 好像动弹不得的 那个样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 你们跟我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 其实有很多人是 一定会经过 不能走 或者卧床 这个阶段 只是长或短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就是人性 人的会变 人会老 会衰弱 我们最对 自由 永生 这个是一个 我不能怎么 不懂怎么说 这个是我们人的 最大的向往来的 难道有什么东西 不衰残的 不会朽坏的 不会老的 不会变 对不对 其实当我们讲 神的荣美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这个东西 还是整天就神秘的东西 神下来的时候 飞下来 穿着白袍 然后我就上去 就是很感觉 就这个东西来的 你们单单想 永恒的这个东西是不得了的 祂教我跟祂一起在永恒里面 不朽坏 这个奥秘 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支撑祂 祂的能力继续用 也不会消耗的 我们是这样 你每次想到神的 要想自己 我们是消耗的 我们一直在消耗 所以到一个地步 累的时候就发脾气了 有没有发现 然后很善变 我们人性是善变的 昨天这样讲 今天这样讲 变来变去 我们最讨厌会变的人 对不对 最讨厌的 所以有些政客 今天这样讲 被选到了 等下 又另外一这样讲 所以我们很讨厌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 其实连我们最爱的人也是这样 你结婚前 你不是说跟我同甘共苦 现在五年后看不起我 讲我什么都没有成就 所以结婚的时候 有时候我跟各位说 你们有夫妇生活 早上的时候 你的配偶是很美丽的 因为他刚刚醒过来 很新鲜 晚上他累的时候 他给你的每一句话 都是发飙的 对不对 结婚的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有限 不是我们愿意的 我们的性情就是这样 善变的那个光景 善变的人 有些人他们要离开教会的时候 他们说 牧师 我跟你讲 其实我五年前就想离开了 我吓一跳 五年前 五年前你还 哇 参加这个服事 那个服事 然后呢 我们教会可以这样这样 其实我五年前 我已经在想要离开了 但是已经等到现在 然后我终于决定要离开了 如果他跟我说 我现在真的有一些事 我看不开 我现在要离开 OK 没有关系 但是你忽然间跟我讲 你已经考虑很久 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 你好像是在想 你好像是上帝 五年到现在没有变 都实际上在想 你是人 你就讲你是人 你讲有一些东西冲到你 或者怎样 你看不开 暂时不能过关 OK 我也软弱 你也软弱 我们大家OK 现在像保罗巴拿巴这样 你不要这样 五年前就已经在想这个东西 所以有些人要离婚的时候 他会讲什么 我说我结婚当天我就不开心了 所以他不会讲 你结婚当天就 还会讲到 我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幸福过 就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还跟他生孩子做什么 还什么 这种 所以我说人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的人性 所以讲的话本身 其实神都笑我们 对不对 我是母恩之后 我说我们要做诚实人 正直无愧 自己是这样软弱 就讲软弱 自己没有想到 就这样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 不用 其实你以为 我们认识神的容美的时候 我们人才会谦卑的 我们人才会 因为你怎么能跟神一样 因为祂的存在 我才能够活 对不对 我是软弱的 所以我才要依靠祂的全能 才依靠祂的不便 应该要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我们认识福音的人 其实味道不一样的 真的味道 好像把人性 应有当有的那个位子 那个本分 那种性情 带出来 甚至连自己的软弱 能够跟人家说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尘土 人算什么 对不对 但是祂把尊贵荣耀 归给我们 为冠冕 神的永恒性 神 所以谦卑的人 有福了 看到祂的荣美 另外 神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 祂是伟大的 祂在宇宙之上 祂在所有的权柄之上 人的位置之上 祂是同管万有的 天上 地下 地底下 对不对 这里说 祂是最伟大的 所以祂都得到他们的称赞 所以连天使长他堕落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 他想与神什么 同等 很奇怪 圣经是这样记载 圣经没有说 他想大过神 圣经没有这样 因为 他也懂没有大过神的 他也没有看过 对不对 没有 所以连天使长堕落的时候 他要的只是 只要我跟神一样就好 但是无论他怎样美 甚至他没有罪 他没有办法跟神一样 因为他是被造物 神是自由拥有的创造主 所以祂要堕落 离开本位 祂要与神同等 从被造变成造物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弟兄弟们 我们的神 祂是伟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祂的伟大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应用 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看到祂的永恒性 祂的存在 我们怎样 我们谦卑 对不对 我们看到祂的伟大的时候 祂是这么伟大 我是这么渺小 还有什么 世界其实也这么渺小 人也这么渺小 何必害怕人 人能把我怎样 对不对 所以你的胆怯 你的惧怕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祂的伟大 所以你一直在看人 人怎么看我 人怎么说 人的位置 今天有伤人来我的教会 战战兢兢 在神面前有没有恐惧战兢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后来发现 都是从我们对神的认识开始出现问题 从这个对神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下来要学习很多的真理 学习很多的神的话 其实 你好像失去那个根基 好像一棵树 它的根已经烂 或者你建一栋楼 它的根基没有建好 这个地方 然后你建上去的那种光景 所以风吹雨打就垮下来的 你们知道吗 神 从神对神的认识来认识自己 知不认识万有 认识钱 对不对 地上的人的位置 名誉 对不对 有些人的确我们要尊重他 好像 但尼里 你不讲尼撒 王啊万岁 尊重他 但是但尼里从来没有害怕 你不讲尼撒王 对不对 他连狮子也不害怕 都不害怕 你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尊重神 对不对 你要干掉我就干掉 我没有事的 所以但尼里三个朋友 活在伟大的上帝的面前 所以这个是我们天天祷告当中 怎么赞扬祂的容眉 然后你的心里的力量就 刚强起来 这个是传道人有起识 我跟你们说 有时候你们说 牧师为什么你每次聚会 要讲道才出现 你每次识道 有一个弟兄 因为我不想看到人 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一看到人的时候 牧师 牧师你今天吃了吗 牧师说 我也不好意思 你不要吵我 我也不好意思这样讲 这样会冒犯人 对不对 但是那时候我要看到伟大的主 从祂的道里面 看到祂的容美我才上台 所以那个 除了我在一个角落 听诗歌这样 我就进来就讲道 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圣灵充满 是这个 当然如果我没有讲道 你们就看到我在当中 跟各位谈话 然后坐下来一起敬拜 有时候敬拜 有时候这样做 因为祭司长没有办法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是很想念这个敬拜的 尤其跟张牧师在带领师哥的时候 很想进来唱那个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伟大的神 我们 第三 我们再讲多两个 我们就休息一下 第三还有什么 祂的能力 祂的全能 祂的能力 我们的神是整个宇宙的掌控者 不但掌控万有 海洋陆地 掌控大自然 掌控 掌控每个事情 人在祂的掌控中间 继续活的 所以祂的掌控力 祂的能力 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其实要证明祂是神 对不对 所以祂就 要行出的各样的神迹启示 只有神自己能够做 但是 其实神的能力 不但是 我们讲掌控 对不对 掌控万有的神 但是其实 祂的掌控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人的心 你们要知道 人的心 人的每一个的意念 心中的意念 是祂掌控 所以我们 台湾弟兄姐 我每次说 两岸海峡很紧张的时候 我是每次 心里面 因为我也在台湾很多同路人 我想 祂是掌控君王的心的那位 无论怎样的人 主祢叫祂的心有一点害怕 祂会怕的 祢叫祂的心放纵 祂就放纵了 因为神是约束的神来的 如果今天神没有约束 你完蛋了 你会犯很严重的罪 你说神哪里有约束 这个人 杀人犯 杀了两个人 如果神没有约束他 他杀二十个人 你们明白吗 神约束的力量 约束人心 所以我们每一次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用到神 神掌控人的心 既然祂掌控万有 祂有这样的能力 我是要怎样 我是要顺服的 所以我这边写 我们的应用 我们一定要顺服祂的 所以掌控万有 我不懂各位可以体感得到吗 掌控万有的神 昨天晚上谁看世界杯决赛 举手啊 这么多人看 没有举手的是不是骗的 世界杯决赛 我的孩子都很喜欢看 所以我做爸爸的一定要陪他们看 我自己也喜欢看 但是我本来以为可以结束了 哎呀 为什么又打到最后 要PK啊 PK大赛 哎呀 我要快点睡觉了 今天要讲道 我现在是这样讲 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很紧张 你们有没有感觉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紧张得不得了 哎呀 完蛋完蛋 我支持这个队伍 哎呀 对不对 但是神都知道了 祂掌控 对不对 所以神的心是安然的 但是我们的心是一直摇动 一直摇动 对不对 所以你的整个的祷告生活是为了什么 你们有没有问 你的祷告的生活是这样 叫你定睛仰望祂 然后把那个可变的东西 可变的那个 其实有不变的神在掌控 祂怎样变都没有事的 对不对 没有事的 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主啊 当时当时 我的孩子这样很重要 我的婚姻很重要 我的感情很重要 当时当时 我说我没有这个我不能活了 两年之后你还是很好的活下去 对不对 我们人都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你要懂 神的能力在掌控 其实有时候你很难过的时候 是祂的能力在怎样 维持你 支撑你 所以你才站立的住 你以为你快跌倒了 有些人说我快跌倒了 神没有帮助我 我早上起来神也是没有帮助我 谁讲神没有帮助你 你这么痛苦你还走来教会 这就是神在帮助你 所以了解吗 所以我们对神的能力本身 祂的存在 那个能力的所在 能力的运行 对不对 我们是只有感觉到 好像对我能够体感到的那种能力 我们一直看的是 闪电的能力 伟人的能力 地位的能力 我们看的是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不太明白 那个创造万有 从无边有的 你甚至感觉不到 祂也在运行 保守你的那个能力 然后预备你 预备祂认识 那顺服祂的人 祂顺服祂的人 一年 五年 十年里面 祂在祂的能力里面 为祂做伟大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像丹尼利这样的人 像保罗他服侍的国校到今天还是有 所以他的能力的运行 所以我们只有学那种外在体感的能力 因为你按手你倒下去 这有什么意义 你倒下去之后 你的心有没有改变 你的心有没有爱主 你的心有没有真实的安然 你有没有胜过你的私欲 这个能力 其实我们神的荣美 祂来呼风唤雨这些东西 不是叫你也去给人按手祷告 呼风唤雨 不是这个 祂要显出的是祂是神 祂是掌控万有的 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 你们的灵魂在祂的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能够认识祂 能够顺服祂 你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再讲多一个 再讲多一个我们休息好不好 今天天气很好很凉 但是我们讲到的是 最后 还没有最后 有七样 祂的美丽 英文讲 我想不到很好地知道 the loveliness lovely loveliness 比最美的天使还美的 所以 连天使看到祂要遮脸 遮脚 很奇妙的 对不对 我们想象不到 那天使没有罪 天使没有罪还不够美 所以我们神的美不但是没有罪 比没有罪的 的那个美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自由拥有的那位神 一切的美好 这个世界里面都是从祂而来的 人的被造 人的美 万有的被造 万有的美 所以当神造万有的时候 祂说什么 祂看的时候甚好 每次神造的时候很好 good 最后一天祂造的最后一天 甚好 看 这个甚好的意思是什么 甚好的意思就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祂造的万有里面 其实都有目的 存在的目的 所以整个万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 没有用的 地上的鱼 对不起 地上的动物 海中的鱼 连矿物质本身 其实都有那个意思 连这个土 我看你们中国 台湾很多山 有很多树 对不对 树 这个树的根抓住那个泥土 所以不会土崩 对不对 所以上帝全部想好 祂造万有的时候的 所以每样的被造物有祂的目的 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有那个用途 美好的 所以人这样是最美好的 但是另外一个甚好的意思就是 神看为美的意思 人的样式 人的形体 动物的样式 动物的形体 其实都有神定的美好在里面 比如说人是两只脚拙 动物四只爬 四只爬 好像人比动物高 高等一点 对不对 被造的等次 所以我们两只脚拙 四只爬的就比较低等了 对不对 然后更低等的是什么 海里游的 以前我在做主日学文章的时候 这个创世纪一章二章讲什么 神造这个造那个什么意思 这个三岁四岁五岁的 他们哪里听得懂 我到底要怎么讲 然后我就去想这个东西 然后我的孩子有一天我 爸爸 你说哪一个是最好 那时候他们还小 我是喜欢做飞鸟 飞鸟最好 在上面飞 我不要做鱼 一只游 但是你说最尊贵的动物是 但是我说是在陆地的 他说圣经哪里有讲 他就问我 我说因为我们人是在陆地的 所以我说在陆地的动物 是比较尊贵的 海里面游的 没有陆地的尊贵 那好啊 那老鹰呢 老鹰可以飞 但是你要知道 飞鸟 它们都是要来陆地或者海 或者水来找食物的 对不对 我就跟他们这样说 我就想 因为人是神的形象造的 对不对 神没有给我们两个翅膀 不像天使这样可以飞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位置是在地上 用这个地 这个样式来荣耀 那主耶稣 刀存肉身的时候 就我们人的样式而来 对不对 由我们人的思想 情感 意志 一样这样来 这个是最美的 所以我们不用 给人不够美 给他加两个翅膀 这样飞翔 不用 神看为美的东西 所以 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 所以万有的美里面 全部都在我们的上帝里面 祂照万有 昨天有些弟兄姐妹 有一点抑郁的东西 我跟各位讲一个东西 师不正牧师 某人的牧师 他自己也有抑郁的 所以他挣扎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的讲道是不得了的 对不对 他在英国伦敦的讲道 其实真的影响一个时代了 所以师不正牧师 但是他这个抑郁症 神没有医治他 但是他说 我在这抑郁方面得维持 虽然没有完全得解放 得维持是两样东西 第一 不断的思想神的话 思想神 所以我一直跟有抑郁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有抑郁的时候 你们读经如果读不了 你要放着神的话 信息要听 尤其我讲的36个后面的 你的一致性 灵 心 精神得一致 你们一直重复听 因为你们有抑郁 或者有精神干扰的人 你们没有办法控制 那个里头的声音 那一直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有内容 所以蒙恩的内容 对不对 神的话语 进到你的心的时候 其实很奇妙的 那些声音才会慢慢消散掉 所以师不正牧师是一个礼拜 你懂讲几篇道吗 十二篇道 我一个礼拜讲四篇五篇 我受不了的那个东西 他十二篇 他说我睡觉前 我已经在想 我睡觉起来要讲的那篇道 我甚至到这个地步了 师不正牧师 曾经有一个弟兄说 朱牧师整天讲道的时候 到最后一分钟才预备好 这个道肯定不好 他讲这个东西 我说其实不一定的 有些牧师是 一个月后要讲的道 他已经预备好 我不能说不好 他已经预备到很完整 他一个月讲一篇道 有些人是随走随穿 对不对 对我来说 我一定要到台北基督生命堂 或者台北的弟兄姐妹 看到你们之后 我的心才被感动 神才把那个话语刺个 所以神的道很奇妙的 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压力 但是我一想到要宣教很多压力 神的话一来 就医治的功能在神的道里面 所以你有抑郁精神困扰的人 你一直听着 第二个东西 师不正牧师说 他是最喜欢大自然 他说神的大自然里面 这个美丽宽广的大自然里面 有那种医治的功效 所以他就散步 走路 他自然很宽广 所以精神有抑郁的人 是一直喜欢 关在他小小的房间里面 小小不要出来 就一直这样 然后现在的孩子 是不但关在房间 也关在游戏机里面 那个电话这个东西 我跟你们 你一直这样做的话 你的抑郁症是越来越严重的 自闭症还是什么 越来越严重的 就是你越狭窄 越狭窄 然后到最后 你只有看到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痛苦 你自己的感觉 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的 但是其实外在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这么多爱你的人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你在神的花里面沉浸 然后你也要去到大自然 那个宽广的世界 就是神的荣美在那个地方 向你显明 听得懂吗 其实我讲这些东西 就顺便要应用这些 不然你们就知识 这样了解 不够 但是你们一定要从神开始 祂是谁 祂的荣美 祂的属性